天为天续命最后一波 土地前客 文姿拉锯战 近百年的复古窗框 日志时代镂空雕花 墙上斑驳 隐约还看见大戏院字样 每一处都能想象 旧时代人潮分治踏来的情景 位于台中市东区 后车站复兴路四段138巷内 天外天剧场 近于1930年代 距离台中车站不到一公里 是最后一座日志时期的老戏院 也是台湾仅存楼地板面积 最大的欧式园顶老剧场 是不是该被保存呢 6、7年前市政府就一个正式立案 正式的审查会议有两次 不以指定古迹 也不指定历史监务 他们显示限制使用分区商医土地 包括两笔地号合计约427坪 所有全人超过40位 多数是王姓家族第二代 散居各地名是已高 少数新地主则是2018年取得不到食品产权 再转手莱马科技 4月时新地主打算趁着中市府发布 不登陆为历史建筑之计 顺势拆除建物 没想到文史团队等二派人马 直接蓝湖成功续命 被蓝湖的地主陈先生不讳言说 自己虽非继承取得 简称地主都是最大受害者 这是私人产权 这并不是政府的产权 难道他们会比这些专家协者更厉害吗 那你们这些所谓的文史团队 你们凭什么是坚持要去推翻专案人员的这种认知呢 想要以一人一万透足三万人群资三亿 抢救的中区再生文化协会 近期将上线募资 想保留建物 有很多路人吧 有人从中间开始买 地主也开始几分成几菜 也有人想要留下来 国家里有还是有啊 地主吐槽文资团体 就算钱凑到还不一定买得成 正是霸王硬上功 其实拥有主控权的二代王姓地主 老在五年前就想卖地 包含剧场四百多坪土地 临同周边私有继承道路 共七百多坪 开五亿元天价 有件商说 该地为林主要道路价格太贵 但优点在于商业区极为老价值 每坪单价应该五字头 这次遇到有土地前客或任务型地主 来处理疑难整合之事 事情变得更复杂 记者实力前往剧院勘查 主要进出道路有着八间民房 其中一间八十五岁的许阿伯表示 你要做壮里面 你要做我们这边两边 民主要逻亡多的事 东方的去年設立 国\'de想要离开 可动地主要